胡扑8月14日讯,明晚中超第18轮,广州恒大将在客场挑战河南建业。 今天下午的赛前新闻发布会,主教练卡曼瓦罗鞋球员高林出席,卡帅表示,虽然队长春的比赛已经结束了, 但他和队员们对于上一场的表现仍然很气愤,主教领谈球队的备战情况,卡曼瓦罗,我们面对中超每一支球队都非常困难, 不管在中超面对任何一支球队,他们面对恒大的时候,都会有一些惊人的表现,比起对其他球队,都会有更好的状态,河南建也是一支非常好的球队, 在张外龙的带领之下,非常有特点,艾兰是否有机会上场? 卡曼瓦罗,现在还不确定,我们的首发阵容,会在比赛当天早上才能决定, 郑州的航海体育场讨坪班新完毕,全新的球场将在明天的这场比赛正式投入使用。 怎么看待这一情况,卡曼瓦罗,说到这块场地,我也看了各方面的报道,场地对比赛会有一定的影响,对双方都是一样的, 但是对我们球队的技术打法层面来说,肯定有一定帮助。 我还是希望在当地足鞋的帮助下,可以让中超的每一块场地,都建设得非常好。 总结上一轮广州恒大意外,输给长春亚太的经验,卡曼瓦罗, 为什么我会说每一场比赛都非常困难? 在上一场发布会之前,我也强调过,不要去看对手在积分榜的排名, 虽然对长春的比赛已经结束了,但是我现在还是非常气愤,因为在比赛中出现的场景,到最后惩罚性的结果。 在比赛之前,我一直要求队员要小心,到最后还是发声了, 要在最近几天的训练中,我也看到球员的心里也很气愤,他们对上一场比赛的过程也是十分不满。 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,比赛是裁判吹响中场上才正真结束,不要确理会对手是谁,因为在比赛中有一丝松懈,就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。 所以说,比赛要从第一分钟开始到九十分钟结束的时候,我们要保持好我们的注意力和强度,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。 球员代表团球队的备战情况告临,球队准备得很充分,希望这场比赛,两队可以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。